外庭園警開單 但是對話是 園警邊低頭開單 變和歧視對話 先是表達了對不起 還說是檢舉 達人檢舉 挑起了住戶的怒火 而接下來 原來女子是隔壁炸雞店的人員 看見園警開單上前關心 提醒的不是違規歧視 而是檢舉的住戶 對話過程中 園警還告誡 你不要和他說話 社區裡面 引發正論的地點 是在嘉義市的新生路 飲料店旁剛好就是社區停車場出入口 地上的網狀線 已經提醒注意 店家還貼出了兩張告示 停車受罰 出段從今年二月一號統計 迄今已經有違規 檢舉違規停車的部分 已有二十五件 警方證實該區域的檢舉 光是二月份 已經有二十五件 七機車找不到位置 就臨時停車 有民眾認為馬上移走 是無傷大雅 但是對居民來說 已經造成困擾 三天新聞廖國雄 朱宇榮嘉義報導